在夏威夷毛里的大火 已將近三個星期 這裏是澳洲的第九台 轉述是美聯社 報導是2023年8月30日 已經是兩日三日前 目前的死亡人數是115人 好東西 死亡人數沒什麼上升 三個星期 死亡人數沒什麼上升 115人 他們說已經 找到大部份可以 認得出的 是否找到了 但現在很可惜 還有不知道多少人失蹤 An unknown number of people are still missing 不知道多少人失蹤 所以 到底最後有多少人死亡 我們現在不知道 仍然 他們那邊做事 是差不多 他們現在的其中一個主管 準備天早的乘飛機 看看是甚麼事 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 那個進展 仍然是115名死亡 起碼這個數字是真的 但那些 不知道有多少人失蹤 那些人是怎樣 可能不了了之 等於是 我會在這裡 咱們 在這裡